趁着亚洲一片喜气忙着过新年 川普也给大陆献上另类贺礼 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春节前陷身南海 外媒称美国此举是向大陆发出明确信号 强调美国存在的意图明显 卡尔文森号大年初一抵达菲律宾展开例行访问后 预计三月造访越南 这将是1975年越战结束后 美国航母首次重返越南港口 看出川普和越南积极加强军事合作 立抗大陆 英国护卫舰萨瑟兰也计划在三月 从澳洲返回英国途中不远千里 刻意行进南海宣示自由航行权利 但大陆也不是省油的灯 已经派出隐身战斗机殲-20和苏-35战斗机 在南海等候 往前南海风平浪静 希望有关方面不要试图去无风其浪 大陆在南海的势力持续扩张 美国为了巩固自身太平洋强权的地位 号召盟国一起巡航南海 给大陆施加压力 各方在南海比肌肉 就连春节都不松懈 堪称是比春晚还精彩的政治大戏 记者综合报道